尊敬的各位法师 各位同修 大家尚无好 阿弥陀佛 我们现在学习佛法 首先要把一些最基础的常识概念 和教诲认识清楚 对很多人来讲 佛这个字都不陌生 随便到外面问一个人 知不知道有佛啊 都知道 可是再问一问 佛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 甚至很多信佛 信了半辈子的人 仔细问问 什么是佛 说不清楚 可是 他也烧香 也到处跑庙 遇到人也跟人讲 我是信佛的 别人问他 你既然信佛了 信的什么佛啊 佛教了你什么啊 说不出所以然 别人就说了 迷信 也难怪 因为糊里糊涂 什么是佛 不知道 学佛 学什么呢 也不清楚 因此 我们先要把这些 基本概念 说清楚 已经知道的 加深印象 还不知道的呢 先做个了解 然后 再听一听 佛 教我们 怎样去修行 这样不迷信 别人问道 我们清清楚楚 也能说出个 所以然 我们说给别人听 别人听明白了 他也就信佛了 这就叫度人 我们讲度众生 怎么度众生啊 就是把佛法 说给别人听 让别人听明白 明白佛的意思 哦 原来这就是佛 我也相信 我也愿意学 他就得度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要想度人 我们自己 先要弄清楚 佛 是一个觉悟的人 我们再三强调 不要把佛跟神 混到一起 有很多农村的朋友 就说了 那到底是佛厉害啊 还是神厉害啊 是孙悟空厉害啊 还是如来佛厉害啊 是老天爷大呢 还是佛祖大呢 不要一定分个大小 就好像问 爸爸大还是妈妈大 不是问年龄啊 是天大还是地大 这不能够用大小去对比的 先弄清楚 各自的本分 佛 在人中 视线 成佛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佛 是属于人的身份 这一点 一点都不糊涂 要说清楚 但是 为了跟普通人 有所区别 要加以解释 佛是什么样一个人呢 佛是彻底觉悟的人 所谓彻底觉悟 自己觉悟 帮助众生觉悟 这种觉悟 没有丝毫缺陷 这就叫 圆满彻底的觉悟 这是佛 这个字 它本来的意思 不是神 那么我们中国人讲的神 一般都是指 人 死了之后 因为他的精神 比较伟大 所以尊称他 为神 现在很多民间大众 都混到一谈了 认为 佛就是神啊 佛怎么才能成啊 死了才能成佛 什么叫成佛啊 等着死吧 死了那天就成佛了 这些都是误会的概念 神 其实更多的意思 是用来赞美 是用来赞美一种精神品格 就像我们举的例子 像岳飞 像关羽 尊他为神 因为他这种精神 很伟大 值得 大众去学习 去尊崇 所以尊他为神 他活着的时候 也没有谁称他为神 但佛不一样 佛是活生生的人 比如释迦牟尼佛 十九岁出家 三十岁 菩提树下 叶赌明星 得道成佛 三十岁 在我们今天看来 还是个年轻人 当时的印度人 就尊称他为佛 什么意思啊 他是一个觉悟的人 他是什么身份呢 他是个老师 佛是老师啊 佛做什么事情呢 老师嘛 当然就是教学啊 我们现在讲叫 度众生 其实啊 换个说法 好懂 什么叫度众生啊 就是教化众生 引导众生觉悟 这就是老师所做的工作 这个老师 跟一般学校的老师不一样 学校的老师 有专科 有固定的知识 固定的课程 去传授 而且要收学费 佛这个老师啊 纯粹是义务的 而且招收的对象啊 这些学生 没有限制 什么人都可以来学 随时有问题 都可以向佛来请教 学费 全免 不收学费 所以佛法的课程 为什么传到今天都是这样 佛教化众生 是义务的 没有说今天跟大家讲一堂课 先商量好 你得给我多少钱 要不然这堂课我就不上了 外面的课程是这样的 但佛门的课程 从来不这样 如果有这样的 那就是没有遵循 佛陀的教诲 释迦牟尼佛一生 都是在做义务 教化众生的工作 所以我们说佛大慈大悲 就像父母亲对儿女去付出 这种付出是无条件的 纯粹义务 本分工作 佛对众生的慈悲 就表现在这个地方 义务的为众生说明 人世间的真相 生活的真相 生死的真相 整个大宇宙的真相 认识到这个真相 就叫觉悟了 我们现在就是对很多真相 不明了 所以 叫迷惑 迷惑的时候 就叫凡夫 什么叫凡夫啊 对真相 迷而不觉 就叫凡夫 学佛是学什么呢 就是学习 对种种真相 能够明了 明了 人就不糊涂 就觉悟了 觉悟的人 就叫佛 圆满觉悟的人 叫佛 还在学习觉悟 觉悟不够圆满 但是已经 有所觉悟的人 就叫菩萨 刚刚开始学习的人 就像我们今天 学佛 刚刚开始学习 好像觉悟了 又好像没觉悟 那算什么呢 我们今天的身份 是初发心学佛 想要觉悟 还没有觉悟 是准菩萨 准备做菩萨 或者说呢 叫明治菩萨 有名无实 平常会称呼 诸位同修 各位菩萨 好好念佛 大家都叫菩萨 这个菩萨 什么菩萨呢 有名无实的菩萨 也是个菩萨 卦名 但是我们的觉悟还不够 或者说小菩萨 预备班的菩萨 就像小朋友去报名念书了 还没有正式上课 但是他已经报名了 学校已经接纳他了 走出去他就可以跟人讲 我是学生了 他说的也没错 不过这个学生呢 是有水分的 他还没有真正学到东西 我们今天大部分 都是属于这一类 有名无实的菩萨 进了佛门 挂了名登了记 但是佛法 才刚刚开始学 或许还没有准备好要学 菩萨这个称呼不神秘 这是先跟大家说清楚 菩萨就是一个学习觉悟的人 学到了 你说觉悟什么呢 很简单 觉悟到人与人之间的真相 人与人之间是什么关系 那是什么关系啊 昨天跟大家与人之间的关系 父母跟儿女是什么关系 多生多世的缘分 做儿女的应该对父母尽孝 做父母的应该妥善的教育儿女 这都是义务 本分 能够从自己的本分开始做起 这就是学佛 进一步 往外面去扩展 我们这一生遇到的人 不仅仅是父母兄弟姐妹啊 你看今天我们遇到这么多人 人与人之间如果没有缘分 怎么能够遇到呢 遇到了 就要珍惜这个机会 我们每一个人 对面的那个人 都不是偶然出现的 他跟我们都有密切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 其实他的真相 是一个互联网的关系 是一个整体啊 谁都分不开 哪怕我们把自己封闭起来 照样分不开 这个宇宙 一切生命 是一个共同体 这是个真相啊 这个真相 听明白了 就叫菩萨 所以菩萨为什么愿意 去帮助众生 为别人去服务 他弄清楚这个真相 那不是在为别人 那就是自己啊 还说为别人 没觉悟 没弄清楚真相 就像我们到弥陀士来的 有好多菩萨 大菩萨 小菩萨 有些一来就感觉 这里就是家呀 在这边做饭 在这边扫地 在这边做事情 这不是帮忙啊 这就是我自己该做的事情 哦 这个是大菩萨 那一个说了 我来帮帮忙 帮你们做一点 这个是小菩萨 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 在哪里是在帮别人呢 这就是自己的事情 为所有人做的事情 都是自己的事情 有这一种觉悟 就叫菩萨 雷锋是个菩萨了 雷锋虽然没学佛 但他做的事情 就是菩萨做的事情 现在我们还叫 向雷锋同志学习 过不了多久 那就是雷锋菩萨 民间很有可能 就把雷锋供起来当神了 据说在某些国家 真的就把雷锋当神去供 不是供他这个人 是供他这种精神 这种精神 是人类最伟大的精神 我们把范围缩小 譬如一个家庭 家庭要想真正幸福 和乐 和谐快乐 家庭里面每一个人 都把全家人 当自己去照顾 这一家一定幸福 如果家庭里面每个人 都各个打自己的小主意 谁也不顾谁 这一家名存实亡 虽然名分上 还是一家人 实际上 一点家庭的温暖都没有 不在乎家庭贫富贵贱 只在乎 这一家人相处 是否真正互相关系 家族如此 团体也不例外 整个社会就是这样 有人问 极乐世界有什么好啊 极乐世界就这么好 极乐世界 诸上善人 聚会一处 那里都是善人 什么是善人呢 极乐世界的人 从来不想自己 都想整个世界的人 整个世界的人 就是他 是一个整体 所以他们每天都很快乐 你要问人 什么时候最快乐 人在发自内心的 去为人着想的时候 最快乐 人时时刻刻 只想到自己 就会有很多痛苦 很多烦恼 不信大家可以冷静的去看 去反省 是不是这样 只想自己 就会斤斤计较 越斤斤计较 那个心越小 量越小 眉头皱得越紧 计较来了 就是得到了 又开始担心 别人会给自己抢去 又计较 怕失去 每天都是这样 过日子 哪有什么快乐可言 所以至少要学会 为身边的人着想 这是学佛 实实在在的一堂课 先不跟大家说 学佛了 读什么经 拜什么佛 烧几只香 这个还是形式 咱得说点真实的内容 学佛在生活中 从哪里做起啊 从为身边的人着想 做起 为身边哪个人呢 那你们有父母吗 为父母着想 身边有谁 就为谁着想 你会为那个人着想 那个人就是你的贵人 我们讲出门遇贵人 什么叫贵人啊 你的心 可贵 贵人就出现了 什么样的心可贵啊 为人着想的心 是最可贵的心 古时候做学问的人常说 临时 遇到事情的时候 肯替别人想 这是第一等学问 现在我们说 某人有没有学问 都看他学历高不高 书念的多不多 古人不是这么看的 有没有学问 首先看他 有没有爱心 懂不懂得为人着想 否则的话 你书念那么多 没有明白书中的道理 你可以看到 一个满腹经纶的人 连身边的人都不懂得尊重 不懂得照顾 这叫没学问 他有知识 没错 没学问 你也可能会看到 一个大致不识的人 他很老实 他会实实在在为身边人着想 真有学问 虽然没文化 但有人说了 这不矛盾吗 有文化怎么会没有学问呢 有文化的人 不一定真的有学问 受过教育的人 受过我们今天知识教育的人 也不一定有文化 这些概念 现在都混成一谈了 教育跟文化 是两个部门 不信大家去看看 我们的教育部跟文化部 不是两个部吗 明明分开的 如果是一个 干嘛把它分开呢 一个人 首先学会做人 这是真正懂得做学问 学佛修行 也是从这里开始 不是说我先会读多少经 才叫学佛了 有些 他一辈子都没有读过什么经 听到佛经上讲的某一句话 他马上就去做 而且一做就是一生 这个人真学佛 读了很多经 却不知道在生活中去用 那是在研究佛学 不是在学佛 所以这个概念 我们要说清楚 大家也有常常听经的朋友 经听了干什么呢 经听了 不是让我们忽视乱想的 你说我要研究啊 你研究什么啊 都听得那么明白了 赶紧去做 真正学佛 就是在当下的生活中去落实 明天都不要等 就是现在 学什么呢 最简单的一件事 学会关心 体谅身边的人 比如在这边住的这几天 身边有老人家 主动的关心照顾 你不要听说 照顾老人自己会偿命 才去照顾啊 不求果报 自然而然 认为什么 这是我应该做的 本分的事情 养成习惯 出门遇贵人 古人的教诲 不会错的 这都是经验 其实也是人之常情 你发自内心的去照顾别人 别人的心就感受到了 自然而然 就会把好的姻缘 留给你 这是学习佛法第一堂课 在家庭里面 处处 为家里面其他人着想 尤其是为长辈着想 出了门 处处为身边的人着想 这样的人 是真正在学佛的人 这个人就是菩萨 学佛就是要学做菩萨 其实一点都不难 有人说了 我做不到 哪里会做不到啊 照顾一下老人家做不到吗 为身边的人举手之劳 做点事情做不到吗 只有想到想不到 愿意不愿意 没有做不到这回事 所以为什么要强调觉悟啊 觉悟就是认识到了 认识到了 这个事情谁都可以做得到 给父母亲洗洗脚 问问父母亲 有什么心事 这些都是最简单的事情 身边有人随时关心一下 根本不需要再去上个什么课程 研究一下 听明白了 这些事情都是家常便饭 本分事 所以学佛一点都不复杂 真正学到之后 马上就会发现 处处都是道场 人人都在给我们提供机缘 弥陀经上讲 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善人在哪里啊 当我们愿意这么做的时候 善人在我们的生活中 就越来越多了 真是这样的 这是佛菩萨 最基本的概念 说清楚 那我们供在大殿里面的佛菩萨 他又是谁呢 供在大殿里面的佛菩萨 是一尊像 为什么叫像呢 看看谁像 谁像就是谁 那是佛菩萨的形象 我们去拜佛 拜菩萨 这也要说一下 很多人说 你们拜他干嘛 不过是一尊像 说清楚了 你那不是在拜一尊像 拜谁呢 首先 是在拜自己 希望自己能够像那尊佛 那尊菩萨一样 心那么好 像那么好 行为那么好 拜到有一天 自己也能成佛 成菩萨 拜托自己了 这说的直白一点 你希望希望不希望 自己越来越好 像佛一样好 像菩萨一样好 心不希望 希望就去拜嘛 拜拜 慢慢的就跟佛跟菩萨一样 所以不要以为是在拜别人 那是自己心中 现出来的最好的形象 从形式上来看 我们学佛人拜佛 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佛是老师 菩萨是我们的学长 比我们早一天觉悟 就是学长 我们拜佛 拜菩萨 就是对老师的教诲之恩 念念不忘 你看在社会上 我们跟人做学徒 学个几天技术活 逢年过节都还去看看师父 何况教我们大觉大悟的佛 教我们怎么做人 教我们怎么做事 教我们怎么样去生活 教我们怎么样 了生死出轮回 乃至原成佛道 这样大恩德的人 怎么能忘记呢 所以 这一拜 拜下去 是不忘 拜 知恩 灭恩 报恩 佛对我们有恩 就像 以前 会对父母行礼 磕头一样 我们对佛 这一拜拜下去 就是不忘 拜 念念不忘 佛的教诲 那为什么一定要磕头呢 磕头有好处啊 头一个锻炼身体 你看来这边念佛的同修们 每一天 磕几十个头 走出念佛堂 都满面红光 脸都红扑扑的 哪怕年岁大的老人家 这也是合理的运动 同时 它还有更重要的内涵 这一个头磕下去 降服我们的傲慢心 我们平常都是自己最大 现在拜佛 通过礼拜 把我们的傲慢习气 给降服 谦虚是一种美德 养成一种习惯 第二个意思 就是刚才讲的 我们拜的不是别人 希望有一天 我也能像佛 像菩萨一样 所以每拜一次 都提醒一次自己 希望有一天 我像阿弥陀佛一样 对一切众生 大慈大悲 希望有一天 我像阿弥陀佛一样 为一切众生 做大施主 你看经上说 阿弥陀佛 是一切众生的大施主 我们现在一听到施主 就想起这个电影 电视里面 施主 有话缘的来了 佛是一切众生的大施主 普遍的给一切众生 方方面面的照顾 你看阿弥陀佛 建了一个极乐世界 这个极乐世界 样样都不缺乏 想吃什么 念头一动 好吃的 桌子就摆满了 随便吃 自助餐 想吃什么吃什么 吃完了之后 也不用收拾 也不用付钱 也不用管这些东西到哪里去 吃完之后 这些东西就不见了 而且很奇妙 没有垃圾 也不用上厕所 想穿什么衣服 念头一动 最好看的款式 已经穿在身上了 都是七宝妙衣 想住什么房子 你就尽量想吧 想什么样 房子 马上就献出来 那有人说了 我哪里有这个本领啊 心想事成啊 没错 在极乐世界 就是心想事成 不怕想不到 就怕不会想 只要想到 马上就献出来 那都是阿弥陀佛 那都是阿弥陀佛 所提供的 阿弥陀佛 有愿 众生到了极乐世界 受用 一切现成 什么意思呢 想什么有什么 样样都不缺 出门 想要去旅行 开车 坐飞机 都过时了 念头一动 你已经在那个地方了 中间没有距离 虽然弥陀经常说 从我们这个世界 到极乐世界 有十万亿佛国土 这个十万亿佛国土 实际上 是迷惑的距离 迷惑到觉悟之间 有这么远 其实不止这么远 死都不觉悟 岂止是十万亿佛国土啊 一念觉悟了 十万亿 二十万亿 一百万亿 早就超过了 就在当下 所以十方祝佛刹土 没有隔阂 念头一动 我想回 说佛世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 河南省 燕陵县 老张桥看一下 这念头一动 你还没动完念头呢 人已经在这个上空了 可能我们弥陀世 前面往生的那些菩萨 现在正在看 这几天 弥陀世又开法会了 正在上面看 真是这样的 想到东方世界 去看看药师佛 念头一动 已经在药师佛面前了 生一佛徒 就是生一切佛净土 这是极乐世界的殊胜 所以说阿弥陀佛 是一切众生的大施主 这样殊胜的福报 都是阿弥陀佛所提供的 那有人说了 这样子过生活太奢侈了 那还不会把阿弥陀佛吃穷啊 不用担心 阿弥陀佛有无穷无尽的财富 那些财富哪里来的呢 那些财富都是本来就有的 从佛性所流露的 什么样的人能够得到这一种享受呢 有善心的念佛人就能得到 你得到的也不是佛一个人的 那也是自己本有的福报 你只要肯念佛就能想到这个福报 你看我们弥陀士 就是学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你看普光师傅发的乐 多了不起 凡是愿意念佛的都来吧 免费吃免费住 只要肯念佛 你看跟极乐世界差不多啊 当然没有极乐世界那么殊胜啊 不能那么殊胜 跟极乐世界那么殊胜 大家不想去极乐世界了 有个样子 让大家安心念佛就好 愿意念佛的 通通都来念佛 不用担心没饭吃 好吃不好吃另外一回事 一定能让大家吃得饱 我昨天听老师傅讲啊 春节前拿一个月的时间 免费给这边村里边的村民 吃一个月饭 我一听太了不起了 做大布施 愿意修福田的赶紧来 吃完了 肯念佛就好 免费请他们吃饭 条件就是念阿弥陀佛 这是阿弥陀佛的愿啊 我们用这些有形的财富 去换取无形的功德 有形 有进 无形 无量 无边 只要这个人走进来 念十句阿弥陀佛 这一顿饭他就没白吃 十句不行 一句也可以 只要肯念佛就好 如果念得很认真 一直念下去 一直都有饭吃 不用担心饿肚子 我们过去有祖师这样做啊 唐朝时候 净土中 念佛法门有一位祖师 少康大师 在浙江 静云 那个地方 他有一次 到新定 也是浙江的一个地方 去教化众生 刚去的时候 那个地方的人都不信佛 跟大家讲佛念佛 没人听 没人相信啊 怎么办呢 大师就想了个办法 换了很多零钱 放在袋子里面 走到十字路口 人最热闹的地方 把小朋友叫过来 小朋友来来来 这和尚叫我们有什么事啊 想不想吃糖葫芦啊 想吃啊 想吃呢 我这里有钱 可以买啊 哦 钱给我 不行 要念一句阿弥陀佛 肯念阿弥陀佛 就给一文钱 几个小朋友在看来看 真的吗 不信啊 你说不信 没关系 反正念一句不会吃亏呢 阿弥陀佛 好 师父就给他一文钱 真的啊 再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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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围几个也跟着看 哇 念佛就有钱啊 于是拼命跟着念 很快 钱就发出去了 佛就念起来了 就这样 一传十 十传百 以后啊 少康大师走到哪里 后面就跟一群人 跟着念佛 念完佛 就问大师要钱 大师就说了 现在念一句佛 不能给钱了 要念十句才可以 十句一文 涨价了 大家一听啊 也没关系 十句也很快嘛 闲着也是闲着 还不如念佛 所以很快 不到一年的时间 心定这个地方 男女老少挨家挨户 都知道念佛了 听说念佛可以赚钱哦 大家就拼命念 开始大家都是贪小便宜 诶 念久了 念习惯了 大家觉得 念佛挺好的 念佛心不会慌了 念佛人也没有烦恼了 念佛人精神越来越好了 于是大家才知道 这是大师的一种慈悲 先用利益 接引大家 当大家进来之后 认识到念佛的殊胜了 这才是最大的利益 从此以后 大家主动自觉念佛 不再问大师要钱了 养成习惯了 然后大师就在一个山上 开辟净土道场 天天召集人一起念佛 你看 见引众生其实也不是很复杂 众生不过就是要贪点小便宜吗 没关系了 便宜给大家了 只要大家肯念佛 念之久久 小便宜放下 会有大便宜 所以可以出去传了 肯念佛 弥陀是有免费的午餐 只要肯念佛 没饭吃的都来 念半天饭 吃一餐饭 念半天佛 吃一餐饭 永远想吃免费的饭 你就一辈子待在这边念佛吧 念到极乐世界 那就永远有吃不完的好吃的 这都是阿弥陀佛 所发的月 愿为大师主 土寄诸穷苦 哪些是穷 哪些是苦呢 穷 就是迷而不决 苦 就是烦恼造业 六道众生 都是穷苦的 你不要说我很有钱哦 那个钱是暂时的 轮回中谁都待不着 所以阿弥陀佛 大慈悲 以 这一句佛号 给予众生 无尽的财富 所以弥陀士这个道场 就是做这个事情 接引大家来念佛 只要肯念佛 都可以进来 都可以吃饭 就这么简单 在做利益众生的事情 大殿里面 供的阿弥陀佛 站在那边接引我们 有一天 我们也发心发愈 向阿弥陀佛学习 我们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你说阿弥陀佛是谁呀 阿弥陀佛希望每个众生 都跟他一样 这个是真正的大慈大悲啊 并不是说你们都来拜我 永远都是我的照顾 佛啊 佛啊 是希望一切众生 早一天成佛 都跟他一样 这才是最彻底的照顾 为什么教大家直接念佛呢 因为念佛成佛 念阿弥陀佛就成阿弥陀佛 最简单 最容易了 所以我们进来拜佛 拜完了就念佛 想佛 以佛的样子去过生活 最后就成佛 成佛不是什么很稀奇的事情啊 成佛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最佳的生活状态 最理想的一种境界 所以我们不要把佛 看得那么神秘 拜佛 拜菩萨 就是这个意思 这些最基本的概念 要认识清楚 不迷信啊 比如说呢 我们进来要不要烧 大把大把的香呢 到庙里面 很多人习惯烧 高香 大把的香了 那我们附近有些 庙会啊 现在还是这个习惯 逢年过节 有庙会的时候 大把大把的香 拿去烧 那么有些大寺院呢 现在 也还是有这样的现象 逢年过节 也是啊 大量的香火 放进去 有很多人认为 这是香火旺嘛 佛祖高兴 多少一点嘛 弄错了 香火旺 佛祖没关系 这跟佛没关系 跟谁有关系呢 跟那个香火供应商有关系 他才高兴呢 就是卖香的人 最高兴 这跟佛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话要说清楚 那是谁传出来这个话 香火旺了 佛祖高兴啊 就是卖香的人传出来的 他要不这么说 你能去买香烧吗 佛需不需要啊 佛不需要 这事情要说清楚 不是听民间讲 人争一口气 佛争一炉香吗 那一定是个 不信佛的人 不明白佛里的人说的 佛哪里还会争啊 还会争还叫佛吗 一个有涵养的人都不会去跟人争 哪里还有佛去争啊 还要争一炉香 佛都穷到这个地步吗 你也不问问佛是什么出身 国王都不做了 还争你这一炉香 岂有此理啊 阿弥陀佛更不会争了 整个极乐世界 多么富有啊 还跑到你说婆世界 争你那一炉草香 闻都懒得闻啊 所以这些事情要说清楚 那香要不要烧呢 要烧不要多 不要大把大把的烧 这个话也就是关起门来 跟大家说说 卖香的听到会骂我的 说没生意做了 还是有的 有人喜欢烧 神庙里面去烧 寺院里面 现在中国佛教协会 也提出倡议 闻名进香 所以现在在很多大城市里面的寺院 都已经限制 外来的香不准进去 大把大把的香不准进 里面到场供应免费的香 只准烧三只 现在空气污染的不得了了 不要再制造污染了 我要表诚心 一炷香就够了 香代表的是什么呢 戒定真香 什么是真香啊 我们听佛的话 依教奉行 持戒修定 念佛 修善 这就是真香 点那一炷香啊 是象征性的 表示我们对佛有信心 所以香不要烧很多 有人说了 很多寺院都这么跟我们讲啊 要烧高香啊 高香了 佛高兴啊 哪个佛高兴 就是卖香的那个佛高兴啊 其实很多寺院里面讲这个话的 都是那些导游 都是香托 人家说我看到有师父呢 有很多都是假冒的 在那边告诉你们多买一点 他有提成 这些话本来不能说的 说了会得罪人的 断人财路的事情 但是我们今天 讲到这个事情 说清楚 不要让社会大众都误以为 这些都是佛教里面的事情 其实真正的佛法 不提倡这么做的 要说清楚 责任自己负 现在国家也提倡环保 不仅进香要环保 商账都要环保 比如烧纸钱 都不提倡 但是民间有这个风气 所以也不勉强 慢慢的引导 希望大家明白 这个势力 那我进寺院拜佛 我要表诚意 怎么表示呢 给大家提几个建议 可以带水果来 带鲜花来 没有污染 没有副作用 水果供完可以吃啊 鲜花供在那里 赏心悦目啊 我还想用其他方式表示 那你把钱捐到寺院 让寺院去弘扬佛法 不要烧在那里 多可惜啊 大把大把的香 据说啊 有些大的寺庙 就除夕那一天的香啊 都要用卡车 乘卡车乘卡车 往外拉 那都是大把大把的人民币啊 就那么一把火烧掉了 你要拿去做一些 有意义的事情 不是更有功德吗 想想也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啊 更何况 烧了这些 佛也不用 师父会用吗 师父才不会呢 诸位是没当过师父啊 你要当过师父 让你去看大殿 就初一那天 让你去看大殿 里面香火那么旺 你不准出来试试看 熏都熏是你 如果佛也跟我们一样 早就熏跑掉了 哪里受得了啊 所以我们要明理 要合理的去表示我们的诚意 供水果供鲜花 供养三宝 让它变得更有意义 更有价值 香呢 如果道场里面已经声明了 文明尽香 那我们就要尊重 三支香 一支香 或者上面已经有香了 我直接把香火前 放到福田香就可以了 表示我们的诚意就行了 这是来拜佛的时候 顺便说一下 你带来的供养 供到佛台上了 拜过了 就不要拿走了 早晨买了一袋香蕉 供到佛前 拜完之后 我等会儿中午拿走呢 先不要拿走了 不拿走这多吃亏啊 那你要拿走 这供养就白供啊 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去看朋友走亲戚 带着一栏礼物去 会不会 过年的时候去走亲戚 带着礼物去啊 到了亲戚家 礼物放下 你会不会走的时候 把礼物再带走 说给你看过了 会不会这样啊 好意思吗 不好意思吧 那我们对佛怎么好意思呢 供过了 佛你看过了 人家说佛也不吃 佛也不吃 三宝有代表 供佛了 这个礼物就归三宝所有 如果还要带走 那你就没有供养的心 这个事情很多地方都有 很多人是不懂 初一来上供 大家都带了好多水果 摆到佛堂 哇 以为这一下好多好多啊 结果供刚上完 一扭头 全部没有了 跑哪里去呢 全部都带走了 大家都理直气壮 这是我的嘞 那为什么放到佛前呢 让佛给开开光嘛 好像沾一沾 好像沾一沾佛的灵气 理解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个程序要说清楚 既然供佛了 这就是三宝所有 如果自己想带走 想分一点回去 先要经过道场同意 那算道场分给大家的 否则的话 就不对了 就犯偷盗罪 说清楚哦 很多学佛的同修 这个事情也没弄清楚 供到道场了 就是道场所有 那再要用呢 问一下道场的负责人 道场负责人说 可以 反正我们也不吃 你们都拿走吧 好了 这就可以了 不过有些寺庙没人管 就随便了 其实护法神呢 他会在旁边看着 他会不高兴的 你以为没人管吗 我在这边呢 他会记账呢 所以还是问一问 比较好 尊重 这是我们来拜佛的时候 怎么去表诚心 拜完了佛 如果有时间 看看道场 有没有什么活动 有没有师父 问候一下 请教一些佛法 拜佛了 佛没有跟我们讲话呀 佛派的有代表人 在招待我们 所以佛法生三宝 佛不在世了 佛像在 经典在 出家修行人在 拜完了佛 要去文法 法不会自己说 要去请教师父 要问一问 怎么学佛 怎么修行 才不至于迷信 有人说了 我看看世院 没一个师父啊 那如果没这个缘 那就另当别论了 如果有这个缘 就像我们弥陀士 每天都有念佛啊 来拜完了佛 跟着念念佛 如果有讲 讲开示 听听开示 这样拜 多少能够有所收获 连拜 带 带 这叫拜 访 所以现在 拜佛要加一个字 拜 访 佛 不会被人说 迷信了 拜了之后 我们顺便 也要上一上课 听一听 因为 很多人啊 都有初一十五 到寺院去拜佛的习惯 所以说一下 这些最基本的概念 我们先弄清楚 佛 说了很多经典 教了很多方法 我们不需要 每一步都去了解 只需要选择适合我们的 听懂了 在生活当中去落实 就可以了 那么多经典 我们学不完 我们也没那么多时间 一一的去学啊 所以学跟我们生活 比较相应的 学了之后 马上就去做 不一定要很多很多 一句两句 听明白了 回到生活中 去落实 就能够得大利益 这两天跟大家 所讲的 都是在生活当中 非常实用的内容 头一桩事情 学佛 要尽效 要安守本分 所谓本分 就是我们自己 是什么身份 把这个身份 之内的事情 做好 要想学一个法门 念佛 平常我们做功课 后面都会念回向祭 回向祭教我们 学佛的功德 要上报 示恩 夏季 三苦 我们要学会 培养感恩的心 培养慈悲的心 感恩 是我们每一个人 在生活当中 都应当养成的习惯 人懂得感恩 就不会抱怨 人懂得感恩 就不会觉得 自己很痛苦 人只要觉得自己苦 多半都是怨太多 这个怨是抱怨的怨 自己心里面的怨太多 不懂得感恩 苦恼就来了 所以要在生活当中 养成感恩的习惯 这是在学会 尽孝之后 紧接着 就要培养的习惯 算是第二堂课 头一堂课就是学 怎么尽孝 第二堂课就是学 在生活中 怎么去感恩 感恩 什么意思呢 就是常常想 别人对我们的好处 这一点很重要啊 你看我们想起 某个人对我们的好 想着想着就会偷笑起来 是不是啊 现在想一想啊 想开心就赶紧想啊 想别人对我们的好 想别人对我们的好 就越想越开心 真好 想着想着 那个讨厌的人又来了 想某个人对我们的不好 越想越生气 越想越可恶 想着想着 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了 你看 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效果 我们自己想 我们自己想明白了 要选哪一种啊 选想别人好处 这一种想法 修行 就是教我们修正 错误的想法 什么叫错误啊 会导致我们痛苦的想法 就是错误的 从这个源头上 开始改起 从今天开始 不管想到什么人 想对方的好处 其实我们身边 也没有多少人 就那么几个人 想来想去 就是那么几个人 让我们开心死的是那几个 让我们恨死的 也是那几个 一般情况下 都是两方面都具备 让我们开心一阵子 让我们恨一阵子 我们自己要学会选择 要多看 别人对我们的好的一面 对我们不好的一面 要慢慢忘掉 很多人说 我很健忘啊 年岁大了 什么都记不住啊 听经也记不住 念佛也记不住啊 一听是非 就记得老清楚了 哪里会记不住啊 别人做一件什么事 对不起他 记一辈子啊 是不是啊 大家想想看 我们的记忆力都是天才 平常看不出 那些要命的事情一出现 经历一次 一辈子不忘记 过目不忘 入耳不忘 到临时可能都不忘 用错了心 这些东西不要记 记一次 伤一次心 很多人还老说这个话 哎呀伤心啊 想起某某人某某事情就伤心了 你活该 你都知道想起来伤心 你干嘛还想他 岂有实力啊 想起来会伤心的事 不要再想了 想起来会伤心的人 不要再想了 不是我要想自觉的就想了 那是养成习惯了 要命啊 这个想法会要了命 赶紧转过来 想一想 对方曾经的好 还是从我们身边的父母开始 作为做儿女的 大家都不例外 我们上面都有父母 父母亲 是我们最应该感恩的人 一定要记住这个话 天底下最应该感恩的人 首先就是父母 你不要想 我不想去感恩我父母 老讨厌了 怎样怎样怎样 怎样怎样 先别这么着急 先把父母亲的所作所为 放一边 先去找什么呢 没有父母 自己从哪里来 我相信诸位不是孙猴子 从石头缝里缝出来的 父母亲把我们带到世界 就这一点 就够我们用一辈子的生命 去感恩了 这是生命之源啊 我们生命的源头啊 我们中国人老讲一句话 受人滴水之恩 当师永泉为报 我们口渴的时候 别人给我们端一碗水 滴水之恩 以后都不会忘记 凡是会报恩的人 所做过的报恩的事情 都会永宅史册 历史上都会记住他 这个人其他的事情 别人不一定记得住 历史不会管他 但是这样的事情 会被历史记住 有一个历史典故 一饭千恩 千金 讲的是韩信的故事 韩信在落魄的时候 吃饭都没有地方 有一天实在饿得不行 晕倒了 引导在一个池塘边上 这个池塘边啊 有一个老人家 这个老人家每天都在池塘边上 打水洗菜洗衣服 做点这样的事情 可能也是为大户人家做的 人家叫他嫖母 看到一个年轻人 晕倒在路边上 就把自己随身带的饭 喂他吃 看样子他是饿晕了 所以就把自己带的饭给他吃 吃了几口饭 韩信就有精神了 吃完这顿饭之后 韩信就千恩万谢 记住这个老人家的长相 姓名了 感谢而去 后来 韩信功成名就 封侯啊 做了怀音侯 做侯爷的 第二天 他办的头一件事 就是把两个人找来 请来 他要报恩 一个就是 喂他一碗饭的嫖母 拿出千两黄金 去报答他 让人知道 给人帮助 是有回报的 受过恩惠的人 应该知道报恩 这是人之常情 另外还有一个 是让他受胯下之辱的 那个恶少 也把他找来 有人说了 那是不是要 整死他 那恶少爷以为啊 这下惨了 人家成了侯爷了 这下把自己给抓去 还不开堂问掌啊 哎 没有 韩信把他请了去 当贵客一样招待 还问长问短 问问他 你想不想找个工作啊 侯爷要帮他安排工作 安排什么呢 你要愿意的话 可以做我的贴身侍卫 这恶少做梦也没想到 感恩的不得了 韩信为什么这么做呢 他说了 如果不是当时受胯下之辱 他没有今天的成就 正是当时这一番屈辱 让他下定决心 这一生一定要出人头地 所以感谢他 这是能成大事的信仰 不会跟他斤斤计较 知恩报恩 甚至对愿 也是以恩去报 这是普通人啊 还没有谈到学佛修行啊 那么学佛人 佛教我们 人要感恩 要报恩 怎么感恩呢 首先要知道 哪些人对我们有恩呢 哪些人对我们有恩呢 仔细想一想 现在大家可以冷静想一下 想出 五个 自己最值得感恩的人 看能不能想得出来 平常啊 我们可能想来想去 都是抱怨的人 要让大家想抱怨的人 古计写写写五十个都能写得出来 很多诗愿一超度 就是冤亲在主 排位一个接一个 哪有什么 哪那么多冤亲在主啊 冤亲在主 就是从怨恨中 来的 我们要学会感恩 要常常想 什么人对我们有恩 方方面面的人 都可以想 常这样想 人的心会厚到 而最重要的是 常常这样想的人 自己会感觉很幸福 你看 生活中有这么多人在照顾我 在帮助我 想一想都会偷笑啊 好好想一想 首先父母亲对我们有恩 再下来兄弟姐妹彼此都有恩 夫妻之间 现在讲什么恩爱夫妻 一日夫妻百日恩 古人讲的这个话 现在还有没有啊 现在一日夫妻千日怨啊 从结婚那天开始 就大吵小吵 没完没了 一旦分道扬镳 一拍两扇 那就是反目成抽 冤家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不念对方的好 只念对方的坏 就会这样 当时为什么会走到一起啊 看到对方的好 没看到对方的坏 别人怎么说 那个人不怎么 不怎么好的 骗你的 死都不信呢 非要跟他结婚 走到一起来才发现 原来人家讲的是真的 我瞎了眼才跟你一起啊 没瞎眼 好的坏的都明白着呢 每个人都不是十全十美 要看我们怎么去看待 所以要调整我们自己的心灵 心态决定我们的生活品质 很重要 夫妻之间 互相念对方的好处 不要老是盯着缺点不放 我们学佛的朋友 有不少 是夫妻当中一个人学佛的 先生学佛 太太不学佛 我的太太学佛 先生不学佛 夫妻成为同修的 那是多生多世的缘分 要珍惜 最好是这样 两个人有共同语言 思想 比较一致 好沟通 如果一个人学佛 另外一个人不学 学佛的这个要觉悟啊 你说了 我是觉悟了 他不觉悟啊 我就想让他觉悟呢 你别想让他觉悟 先让自己觉悟 自己觉悟之后 用觉悟的心态去对他 我是用觉悟心态对他呢 他就是不觉悟啊 又来了 自己觉悟了 不要逼着人去觉悟 觉悟是不能逼的 要说清楚 要不然家里面就会出乱子 不合 那怎么对他呢 佛教我们 看他的好处 譬如 太太学佛了 就把先生 看成佛 他不是佛 跟他是不是佛 没关系 你把他看成佛 用佛眼去看 记住了 用我们对佛的态度 去对他 他不吃素啊 他也不念佛啊 没关系 你吃你的树 他吃他的肉啊 我看不惯 他吃的时候 你就不要看嘛 看不惯 他在那边看 他照业呢 你念佛 回向给他吧 慢慢吃 我去里面念佛了 因为这些众生啊 他们很苦 他们要讨债的 我去那边 带他们念佛 你安心吃啊 我让他们 不要过来 找你麻烦 要有善巧方便啊 你要跟他说 不准吃 是那照杀业的 你看看 他会不会不吃 你说他真的不吃了 没胃口吃了 放一边 扭头出门了 到外面吃更多 所以要有一些 善巧方便 你先要 用佛的慈悲 去尊重他 然后他的心啊 就会被暖化了 就能慢慢的 引导过来了 不要老盯着 他的缺点不放 有缺点很正常的 你要想引导他 就是这样 善巧方便 一步一步引导 他天天在造恶业 做一些 不应该做的事情 佛比你知道的多 不用担心的 想要引导他 那就要自己 学得更好 要有更高的智慧 你弄得比他还急 比他还烦 他就抓住你把柄了 你还学佛的 看看你那个样子 动不动就骂人 动不动就发脾气 好了 你没话可说了 所以学佛的 这一方先觉悟 学了佛之后 不是去管他们 而是做给他们看 佛怎么教我们的 我们自己去做 影响他们 久而久之 他们就会看到 学了佛真不一样啊 以前还会天天管我 还处处找我麻烦 还跟我吵架 这段时间不跟我吵架了 还是念阿弥陀佛好啊 至少不跟我吵架了 你看看 他慢慢的心里面就会改变 还有一些 做儿女的同修 想要让自己的父母 信佛学佛 也要有方法 自己学了佛之后 回家给老人家讲 要学佛 要念佛 老人家不信啊 念什么佛啊 他不信 你说得狠一点 他会骂你 大逆不道 信了佛就回来 没大没小的 那怎么办呢 自己还是同样 用刚才说的方法 回家之后 先给父母亲 磕三个想头 说怎么磕得下去呢 你就想 他是佛的化身 就好了 如果还想不通 那就简单一点吧 回去磕头 师父这里有假 磕一个头有假 什么假啊 多少钱啊 找阿弥陀佛要去 有假就是 我跟大家讲清楚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要表示对父母亲的恭敬 以前从来没这么做过 学了佛之后 就这么做 他问你 哎 怎么了孩子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要求我 没有 以前我不懂事 现在我学佛了 佛教我 要好好地孝顺领导人家 我之前啊 做得不好 今后我 我要好好地 孝顺领导人家 你也不要劝他学佛 他心里就知道了 哎呀 还是佛好 你看佛把我孩子教多好 他对佛就有好感了 在第一关就先过了 接下来 什么事情都好说了 你不要拜了佛 信了佛 把父母亲丢一边 回去就说 赶紧念佛 不念佛将来要剁地狱 你个老不实的 那你会把他给吓死 这哪里是在尽孝啊 这哪里是在劝啊 简直是恐吓啊 这要有一些方法 都可以引导 就是我们自己要学明白 先把自己引导好 一家人都可以感化过来 你说我实在用尽了方法 他还是很顽固 没办法 那也不要勉强 你就把他当佛菩萨去供着 就行了 至少 给他种下了善根 不用烦 各有各的姻缘 刚才说过 我们要用感恩的心 家里面这一群人 都是我们最值得感恩的人 夫妻互相感恩 念对方的好处 对方的缺点 要慢慢把它淡化 不要老放在心上 放自己心上一个缺点 就是一个毒细胞 放的多了 就会得绝症 这不是夸张啊 你老想这些心就会痛啊 就不舒服啊 这些缺点知道 但是不要计较 想用佛法去引导 就是刚才说的 要有一些方法 要合理的去引导 实在引导不过来 也不要看得太严重 尊重他 就可以了 我们把自己做好 内感恩父母 夫妻互相感恩 兄弟姐妹 互相感恩 外面 亲朋好友 每一个有缘的人 我们都用感恩的心态 去面对 因为我们的生活都是有很多人在照顾 我们才能够过得安稳 要用感恩的心去回馈 首先就是培养这样一种习惯 然后生活中我们所做的一切 其实都是在回报 在回馈整个社会 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 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才能建立良性的互动 如果不是这样 换一种方式 因利益的缘故 在一起 也可以 但是那种感受就完全不一样 那是什么感受啊 那是交易的感受 做生意的感受 那哪里是人过的日子啊 就像昨天举的例子一样 儿子洗个碗 还要问妈妈要十块钱 那妈妈跟他说 我给你做顿饭 你给我五十块 那这哪里是过日子啊 所以应该用这样一种感恩的态度 去面对生活 经上说 有四种恩德 是我们应该知道的 父母恩 三宝恩 国土恩 众生恩 实际上呢 就是一切的一切 对我们都有恩 这个事情曾经略略的说过了 有很多是新来的同修 所以再重复一遍 温习一下 父母对我们恩德 最重 无论如何 不能忘 不能忘 最简单的表现就是 不要怨父母 不要恨父母 要照顾父母 要尊重父母 还要用佛法 引导父母 国家对我们有恩 因为国家 因为国家在照顾我们 不要抱怨国家 我们这个时代相对太平 虽然在社会上可能有一些不好的现象 这些都是小事情 总体来说 国家对我们照顾的还是非常周到的 要常常念国家的好 不要愤愤不平 愤愤不平 愤愤不平 对我们没什么好处 三宝 射受我们 成就我们 觉悟的因缘 这个恩德 无与伦比 一切众生 凡事有缘遇到的 都在用各自的方法 帮我们成长 善良的人 在鼓励我们向善 不善的人遇到了 在提醒我们 不要做坏事 你看 我们遇到坏事 很不舒服 我不希望这种感受 别人也有 因此 把生活当中 每一个人 都看作是 我们的恩人 学会用感恩的心态 去面对 这是我们 学佛人 要养成的习惯 念恩 感恩 知恩 然后是报恩 我们接下来 所做的一切 其实 都是报恩行 经常说 菩萨 就是一个知恩 报恩的人 菩萨 为什么对一切众生 这么好呢 因为菩萨知道 一切众生 生生世世 照顾过自己 所以 对众生的好 是应该的 是回馈 我们在生活中 学着养成 这样一种习惯 要把感恩的心 扩大 现在我们 多少 都会有这么一种习惯 对父母感恩 对曾经 帮助过我们的人 尤其是重大帮助的人 我们会念念不忘 但有时候 我们往往会忽略 生活当中一些小事情 常常在身边 帮助我们的人 琐碎的事情 我们可能认为 这无关紧要 其实不是无关紧要 没有哪个人 为我们做事 是 理所当然 我们不需要去感恩的 都应当以感恩的心 去面对 比如今天 大家从各自不同的地方来 我很感谢 大家有着一份心 愿意来学习佛法 大家把佛法听明白 带回到生活中 去运用 学好了 这是在推广佛法 这是在帮我们 做弘扬佛法的工作 所以感谢大家 那么大家呢 也应当用一种感恩的心 来听闻佛法 就像前天一个老人家 说的一样 说吃灾 拜佛这么多年了 从来没有听过 佛法是怎么回事 现在有这个机缘 要好好地把握住 信佛就要信个明白 学佛 就要学得像佛 不能被人说迷信 我们糊里糊涂 要清清楚楚 其实 真应该把这个变成习惯 你看人家教堂 每个礼拜天都做礼拜 干什么呢 听课啊 我们的道场 佛教道场以后啊 也要养成习惯 人家说我们初一十五 有去看看佛了 初一十五不够了 你看人家一个礼拜就一次啊 我们这样算来 一个月才两次 少了一半呢 应该怎样呢 他们礼拜天 我们就礼拜六嘛 早一天嘛 大家说好不好啊 好 附近有佛堂的 记住了 每个礼拜六 去念佛 离弥际 离弥陀师近的 都可以到弥陀师来 礼拜六都来念佛 到场有师父的 请师父讲法 人家说师父不给我们讲 跪在那边求啊 有些说我们那里师父不会讲 你拜他 求他 他就会讲了 心要成啊 不讲就不好意思了 果然这样 每个礼拜六 去念佛 去听佛法 用不了三年 你看看 整个学佛人的数字 就不一样了 有个五年 小学都毕业了 走出去 大家都可以跟人讲解佛法了 而且都可以用到生活当中 一个人学佛 可以度一家人 一家人学佛 可以度一村人 一个村的人都学佛 这个十里八乡的风气都不一样 地方政府看到也高兴 这地方治安就特别好 这是真正在报国家恩啊 不能说我只是挂一个信佛的名 去烧烧香磕磕头 就可以了 所以一定要把佛法听明白 用到生活中 既然是学佛嘛 就要定期去学习 学什么呢 其实不需要讲很高深的道理 就是我们现前生活中 最常用的这些教诲 这就够我们学一辈子的了 就像刚才说的 校养父母 不要说太多 不抱怨父母 就这一桩事情 就够我们学一辈子的了 有没有抱怨过父母啊 大家仔细想一下 这辈子从小到大到现在 没有抱怨过父母的举手 没有抱怨过的 抱怨的就不要举了 想清楚了 从来没有抱怨过父母 不容易吧 人家说小事情也算吗 就是这些小事情 一个又一个的小事情的抱怨 加起来就成了大怨 我们平常开口说 我很孝顺 我是好人呢 你看 我们连父母都敢恨 还叫好人 天底下最我们最好的人 我们都敢恨他 他叫好人吗 要学习他 所以从今而后 我们要从这里学起 这是实实在在的佛法 也是实实在在的生活 这样学了有大功德 功德在哪里呢 心好了 家庭好了 生活好了 每个人都学 每个人都好了 一家人学 一家人好 一村人学 一村都好 有这个好心的基础 大家在念佛 各个都能成佛 这样的佛法 走出去随便说 你看有什么人会反对 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学的 每一家都欢喜学的 学了对每一家都好 所以我们这几天不说 要烧什么香 要拜什么佛 要做什么功课 这些大家都很专业了 我就不用说了 一讲到烧香拜佛 跑庙头 大家可专业了 估计跑得比我都多 什么四大 明山 五大道场 都跑了个遍 有没有找到佛 东拜佛 西拜佛 到底哪里有佛陀 佛在我们这一念觉悟的心当中 好好的把这一念心唤醒 佛就在当下 在每个人的心头上 每个人都这样了 各个都是佛子 将来肯定都能成佛 这样子去学佛 挨家挨户 都是上善之人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整个烟灵县 所有的佛教信众 大家都这么做 用不了几年 烟灵就变成佛国净土 大家相信不相信 希望这样啊 希望 那我们这边很多 外地的同修 这里都是烟灵本地的同修 这边是见证人 烟灵的菩萨们 要争口气 一定要下个决心 做个好样子 学了佛 把佛请回家 不是佛想请回家 把这个真佛请回家 让这尊佛醒来 在自己家里面 做个佛的样子 做儿女的 好好孝顺父母 男孩子好好孝顺父母 女孩子好好孝顺公婆 家里面有兄弟姐妹的 一定要团结 不要让父母亲不高兴 下面有儿女的 要教儿女怎么尽孝 认识是教书 学校已经教了 你就教孩子 怎么做人 怎么尽孝 种田的 就好好种田 有人还问 种田会杀生怎么办呢 种田就念佛 种的时候念佛 浇水的时候念佛 施肥的时候念佛 收获的时候也念佛 一年到头都念佛 那块田就是大福田 种出来的庄稼就特别好 留着自己吃肯定不生病 卖出去价钱特别好 种田就是修行 要这样种 种外面的田 也种心里面的田 不是说学了佛 念了佛都不种田了 该种田的要种啊 你不种我们吃什么 该种要种 要这么种 不仅种了粮食庄稼 也种了成佛的正因 有做工的 本分做工 不要想着投机取巧 贪小便宜 老板都喜欢本分的人 给人打工 就安于本分 做事认真负责 自己创业 那就要辛苦一点 辛苦是应该的 你想赚大钱吗 就要比别人多辛苦一些 有人来帮你做事 就要照顾人家 教导人家 他是做老板的职责 你希望员工都很优秀 那么你不去教他 不去照顾他 你的事业就靠他呢 怎么可能会做得大呢 你没把他教好 没把他带好 你的事业就好不了 都是要用心去做的 做的同时 我们的佛法就在里面了 真肯这样做 各行各业 都是在修行 然后不要忘记 刚才说的 每个礼拜六 到佛堂去念佛 去听佛法 其他地方同修 也是一样 我们定期回到弥陀寺 来念几天佛 一年就这几天 觉得够吗 很够了是吗 不够啊 那怎么办呢 也是一样 把这种习惯 带回到家里面 用在生活中 有些远地方的 不方便 出门的同修 附近如果有佛堂 有道场 也可以这么做 每个礼拜六 去佛堂 干嘛呢 念佛 那道场的师父 也建议他们 每个礼拜六 跟大家讲佛法 养成一种风气 佛法很快的 气氛就不一样了 佛法要弘扬的 怎么弘扬呢 就是靠我们这些学佛人 真肯这样做 佛法就越来越兴旺 佛法兴旺 我们学佛人 信心就越来越增长 最主要的是 学佛人多了 社会好 对国家也好 这是在报 四恩 四恩 总报 一起报 这是 我们学习佛法 马上就可以 去落实的功课 可以不需要看经典 就可以去做的 经典上都是这么教的 那么剩下来呢 念佛人 我们念好这句佛号 就像弥陀经所说的 有很多人说 我要学什么经啊 弥陀经就可以了 弥陀经就很好啊 听说还有好多好多经啊 念不过来了 能把弥陀经念好就不错了 其他的经想念 可以去了解 经典真的很多 三藏十二部 一辈子都学不完的 但是对很多人来讲 其实 只要能够学懂一部两部 就相当不容易了 对念佛人来说 我们这一生 念这句佛号 最后 就是要走得自在 这一桩事情 要先说清楚 哪怕是刚刚听到 念佛的同修 朋友们 也先做个了解 我们每个人 最后 都要离开 这个世界 一般人讲 这叫死了 念佛人不讲死了 讲往生 生是什么 生就是去活着 生活 念这句佛号 现前在这个世间 好好过生活 将来这个世间的缘尽了 该走的时候 就快快乐乐地离开 走得潇洒 走得自在 要想走得自在 我们就要把眼前这些事情 都打点好 没有牵挂 随时要走 随时要走得大自在 现在如果还有什么遗憾的 有什么心结的 就要开始先把这些都给化解掉 要走的时候 念佛人能够预知实至 自在往生 这是最好的 如果自己走的时候 没有把握 那么旁边的同修要帮帮忙 助念啊 有些平常都没念佛的 灵命中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有缘的 家亲眷属 亲朋好友 家里面有老人的 要记住一点 回去欠他念佛 他不念 不念灵命中的时候 劝他念 灵命中的时候肯念 哪怕只念一句 准有好处 没有坏处 这一点可以放心 有人说念佛 念佛有什么好处啊 念佛没坏处行了吧 没坏处就是好处啊 平常念佛 没坏处 有事的时候念佛 没有副作用 所以只管念 准有好处 那个好处 说之不尽 一生都没有念佛 灵命中的时候 有家人在旁边 给他念佛 至少可以保证 他不多恶道 很重要啊 如果他自己肯念 就是最后那个时候肯念 你跟他说 你念佛 阿弥陀佛会接你 到极乐世界去 那里 太好了 真的啊 我念了哈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哪怕只念一句 愿意往生 佛就接他走了 多么不可思议啊 所以家里面有老人的 赶紧回去 劝他们念佛 现在念 将来往生品位高啊 现在不可念 如果劝了他不念呢 一遍又一遍的劝 见一次就劝一次 劝一次他就听一次 听熟了 阿弥陀佛 算了 你不要劝了 我就念吧 就习惯了 所以不要怕烦 要不厌其烦 听久了 他就习惯了 而我们自己 现在念佛 就是为往生做准备 将来走的时候 得大自在 尤其是年岁大的 通修 念佛 真的很重要 没事就念佛 有事情也不要放在心上 念佛最重要 年轻的同学有事情做 做事情的时候 认真去做 事情做完了 没事情了 也都念念佛 准有好处 那闲着也是闲着 还不如念佛 还可以多几点功德 有些事情 可以边做边念佛 就像扫地 插桌子这些事情 可以边做边念佛 那农村里面的 种田的 这些同修 记住了 边种田 边念佛 有被杀的这些 无意中杀害的众生 念佛就回下给他们 更重要的是 念之久久 那个庄稼熟了 佛国也熟了 双重丰收 都好 所以 不论是老修 还是初学 刚刚接触佛法 我们 就是说这么两件事 总的来说 学佛 就是这两件事 一个是生 好好地活着 为了好好地活着 所以我们这几天 讲了这么多 这都是让我们 好好地活着 所要做的功课 要尽孝 要感恩 要做好人 这个保证 我们活着的时候 很幸福 很快乐 有人说 怎么没讲 赚钱的事情啊 赚钱 大家会想办法了 其实把这些 本分做好了 钱就在里面啊 钱哪里来啊 钱都是人赚起来的 人怎么赚出来啊 人啊 缘好了 人与人之间 气氛好了 钱就来了 这不是随便说的 没听过吗 和气生财 做生意的人 老讲这个话 生意做不成 还有朋友吗 朋友做成的 钱就来了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先把人做好 钱自然而然 就跟着来了 哪怕钱不够多 照样可以过得安心 过得自在 这个是幸福生活的保障 平安嘛 这是生 然后是死 一般人讲的死 学佛人 念佛人 要死的时候 走得自在 走得潇洒 得善终 知道将来自己到哪里去 好 这一下子都明白了 生从何来 不说了 现在我们弄清楚了 死 向何去 别人问 死向何去 去弥陀式 去弥陀式 终转战 去极乐世界 我们这一生 所有的事情 全部都搞定了 还有什么课 比这课重要 一般的课 都是解决一部分问题 我们这几天的课 是把这一生的问题 全部都解决掉了 所以这一堂课 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希望大家 多少听闻之后 都能够在生活当中 去运用 真正解决 现前生活的问题 最终 解决生死的问题 将来 我们都要到极乐世界 七宝石 九品莲花中 聚会一处 得看清楚了 一个都不准漏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